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产等于负债加股东权益或者所有者权益 我们以一个上市公司的材料为基础 跟大家交流一下 这是一个新三板的上市公司 它的这个情况我先让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资产等于负债加股东权益 看一下这个资产总计 这个数字呢 前年年底是5.87 这个就是E了 去年年底就是2017年年底 2016年年底 2017年年底 它5.87 6.37 6.65 这是它的每年12月31号 它的资产情况 这个数字跟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资产总计和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完全一样 所以基本的关系是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其次一句话 注意资产负债表是某一天的 资产负债表可以是12月31号 3月31号 6月30号 9月30号 随便 每一个月都可以 每一天其实也可以 只不过咱们不是天天边报表 它这是年报的一个数据 它写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注意 是某一天的 什么意思 今天有钱 不等于明天有钱 今天财务状况好 不等于明天财务状况好 所以特别注意 一定是某一天的 那么什么叫资产呢 资产的概念是 就是一句话 能够用货币表现的各种资源 或者说 能够用货币表现的资源 哪些资源呢 又分了 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 注意 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 什么叫流动资产呢 再跟大家讲 这个概念说一下就行了 一般来说 流动资产是一年内 可以转化为货币 或者一年内 可以被快速消耗掉的 这些资源 一年内 第一行叫货币资金 就是钱账 不用变 它就是现金账 随时可以提现的 第二项 我们把这应收票率和应收账款 叫商业债权 因为你从事商业活动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应该有的一种债权 还没收到的 有人欠咱们的 由于开展业务 而获得的一种债权 商业债权 下一个 预付款 一往初打的预付款 这也是债权呢 只不过这预付款 债权能够收回来的 一般不是钱的 是什么 是货呀 对吧 所以这也是债权 是因为购货产生的债权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是因为销货 销售 提供服务 而形成的债权 不一样 第四项 其他应收款 千万别小看其他 当然对咱们中小企业来讲 其他应收款 一定是不多的 简单的说 既不属于商品销售 也不属于货物采购 而形成的应收款 叫其他 什么东西呢 你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公司有员工 破坏了 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 破坏了公司财务 公司惩罚他 让他赔公司的损失 这员工说 对不起 我现在没钱 有钱我再给你 如果你要把他记账的话 这就叫 其他应收款 这个呢 不是特别多 像现在把 应收股利 你自己投资了 有一些这个 应该说的红利 也放其他应收款 另外你出去 带给别人家款 借别人家钱 人家给你利息 你自己算好了 人家还没给呢 按照规定 他应该给你 正好到月底了 他还没给 也可以在这儿记一下 这就是其他应收款 这个说一下 不是咱们分析的重点 但有的时候很有意思 后面我们会看 下一个存货 就是他直接对外销售 或消耗以后 可以对外销售 比如消耗以后 转成别的存货 转成产品 或消耗以后 形成我们的劳务 对我们的收入 做出贡献 这都属于存货 都属于存货 下一个 其他流动资产 这个其他 你注意一下 我现在发现 大量的上市公司 这项目特别多 你看他多少 2016年年底 是3.35亿 2017年年底 3.86亿 2018年年底 3.99亿 天长 您流动资产 一共才6亿多 5亿多 您其他流动资产 就占了3亿多 4亿 这什么呀 我告诉你 这叫大量的 它都是理财 我说一下 如果其他流动资产 特别高 这个高到 不应该高的这个程度 基本上是理财 这挺好的 理财 它属于投资了 有收益 好了 这是流动资产 你可能说 张老师 说我这公司 确实也不太大 但是我干的什么呢 我这开发这楼盘 这楼不好卖呀 好卖的时候 这开发周期 也好几年 我这楼盘 可叫存货呀 好了 这个存货 是要销售用的 这种储备 那么 房地产开发企业 开发这个楼盘 它就是存货 它的周期 可不是半年 可不是一年 你不是说一年吗 我说一下 还有一个特殊性 如果它的经营周期 像这个经营的超过一年 周转非常慢 那是按年 那是按年 不是按周期 像存货 像有些企业 一年周转好几次的 这个就也是按年 所以这个事 我们怎么讲呢 就是实际上 我们存货里边 可能有 超过一年 才周转过来的 但是我们基本上 也还是把它 归到流动资产里边 是按周期算 在一个周期之内 可以把它卖掉 在一个周期 周转以后把它卖掉 或者一年之内 把它卖掉 反正两个概念 这个是我们强调的 下边 非流动资产 对于我们中小企业来讲 主要是两大项目 非流动资产 我强调一下 非流动资产是企业 从事它的 生产经营活动的 技术装备水平的 一种表现 尤其是固定资产 你用什么设施 去生产和经营 你用什么设施 去装备你的机关 装备你的业务部门 这个在资产负债表里边 固定资产的规模 固定资产的结构 都会有反应 一个非多资产的固定资产 再一个是无形资产 再说一下 什么叫非流动资产呢 是一年以上变成现金 或长期企业可以使用的资产 这就叫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那么讲到现在的话 你会想 哎呀说张老师 我听说有这么一个说法 我听明白了啊 流动资产就这几项 货币资金 债权 存货 还有俩其他 一个是其他应酬款 一个是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还是投资 如果多的话是投资 少的话可能有一些税啊 增值税啊等等之类的 多的话你就看一下 少就不用管了 非流动资产里面有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这样的话呢 货币 债权 存货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基本上就形成了 企业的核心 经营资产 我强调一下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存货 商业债权 和货币资金 形成了企业 核心 经营资产 大量的中小企业 你看报表 就这五项 就这五项 投资不多的 地盐所得税资产也不多 好 那么问题来了 来什么呢 就是有同学讲 我听说 有的企业 是重资产企业 有的企业 是轻资产企业 这重和轻 是怎么看的呢 好吧 重资产企业 和轻资产企业 就看两个资产 占 总资产的比重 一个叫固定资产 一个叫无形资产 从传统来看 固定资产 是企业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 衡量它 资产 轻重的 这么一个资产 什么东西呢 如果一个企业的 固定资产 在总资产里边的 比重比较高 那我们就会说 这个企业 是重资产企业 比如说像一些钢铁企业 冶金企业等等 酒店 你自行开发 自己建房的酒店 它都是这些东西 这是固定资产 比较重 比较重企业 那么现在呢 有新情况 有一些企业 固定资产要求的不多 但是它的无形资产 要求特别多 比如说它的资产里边 大量各种权力 它又卖这种权力 出租这种权力 像乐视网 原来乐视网的这个 大量的 无形资产特别特别多 所以呢 当一个企业的 无形资产比较占 无形资产占 精英资产的比重 比较高的时候 我们也认为 这个企业 是一个重资产企业 注意我强调一下 重资产的重 既可以是固定资产重 也可以是 无形资产重 那么最后呢 我想强调一下 这个资产里边 缺了点什么 缺什么呢 你说我是单位的一把手 我是单位的老板 我能入账吗 我是不是一个企业 最重要的资源呢 是啊 你入账了吗 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您是人力资产 或人力资源 按照现在的国际会计准则 没有把人力资源 放到企业的报表里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报表的一种特质 什么意思 并不是全部资源都入账了 比如说 不能够用货币表现的资源 像人力资源 它就没放进去 还有一些表外的资源 都是可能在报表里边 有所遗漏 而这个遗漏呢 又是会计上 所难以避免的 这节课上 我们讲了讲资产的概念 讲了讲 大概的资产的结构 和具体内容 那么这是一个 分析企业资产 未来 为企业做贡献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基础 那么资产负债表 右边的情况 我们下节 再接着讲 好了 这节课就讲到这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